今天是第二个比赛日啊 二号TV 看下面就是倒计时啊 限时三十秒 挺高的腰平 这场比赛应该会 细节赛少许会 感觉很精彩的 调整下准备比赛 绿沙时刻 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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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喇 关注 过 罪 這裡有一個劇場 對,像這樣 對,很棒 哇,完美 進行 好像手都是抖的 去吃饭了 休整完毕 准备出发啦 到达赛场了 等待对阵选手中 谁输了跟谁打 败者组最后一轮 迎战好友红梦霞 由我率先开球 第一局手感不错 直接清台了 之后一路你追我赶 非常胶着 就算到了6比3的赛点 还是被连追了两局 最后一局 也是顶住了压力 拿下了胜利 今天是我们第三个比赛日 第一场是跟 期待今天 可以做足迷 一场精彩的比赛 那是好看见9 来回来 2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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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没想到的是 意外发生了 这个时候 心态就出现了问题 虽然后面也拿下了一局 但还是 我觉得手一直是僵的 出的都是硬力 有拼命的在找手感 现在是30秒计时吗 少了三分之一的时间 就总是着急想要出竿 整个过程打的就是急吼吼的 很多球打完了之后 才觉得不应该这么打 这个也是接下来需要去调整 一点 他们说 要借了你的狂 就像擦掉了户口 他们说 要顺太阶而伤 而代价是 谁说站在光里的才算英雄